好几只小巧可爱的幼鸭 围在一旁沉鸭周围 边觅食边玩 时不时当个跟屁虫 呸呸呸呸的模样 超可爱 而除了幼鸭出身自带可爱 让人疗愈 它们的造型也很特殊 相比沉鸭眼窝周围一大片白色 它们的眼窝则是被黄毛包围 不说还以为黄色小鸭来了 并非是保育动物 它是属于后鸟 大概每年三四月会来台湾这边育畜 然后大概11月之后才会离开 这群可爱的鸭种名叫花嘴鸭 是大型的淡水鸭 体长约60公分 原先是东后鸟 近年疑似受到气候 漆地等改变影响 部分留在台湾成了流鸟 尽管这回在台东县中 吸引不少爱鸟人士拍照留念 但由于它会破坏农民的殃苗 因此不太受到农民欢迎 它有危害到那个农作物的时候 我们是建议农民是不是可以用鞭炮去赶 不管是不是保育类动物 我们都建议说 就是让它在自然的生活环境 尽量不要去干扰他们的生活 除了希望农民手下留情 台东农业处也呼吁 不管是不是保育动物 民众都应该尽量减少干扰 让他们依照自然界的方式 好好生存下去 明星旬李宇涵 台湾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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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